对于理性就业 它就有一些隐形的这种 就业的歧视的问题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觉得 一个是这种客观存在 我们在现实中间 你要对它进行处理 或者甚至是打击 起政上比较难 所以国家应该说在 反就业歧视 反性别其实 就业的性别其实 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标准和体系 和法律规范 便宜相关部门 不管是行政机关 或者司法机关 通过相应的一些途径 能够知道 同时能保复自己的协议 第二呢 也就是说加强这种监管 让企业的知道 它在这个过程中间 存在着一些问题 进而进行保复 第三个方面呢 当然也从政下 我们制定相关的标准 对企业进行激励 你如果说你做的好的 我们进行宣传 甚至在政策和税收方面 给一些优惠 这样呢 我们防危度减 提前几番 这个在现在这种新背景之下 理性应该有 享有平等的就业的潜力 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